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石兰就把他拦了下来 第五轮目督坐中 他骂骂咧压压住自己的筹码一枚 小雷想跟一枚却被他制止了 孟子加入目督筹码四枚 又到了五枚上线 孟子的举动让目督不禁怀疑他有好牌 可他万一只是虚张声势呢 犹豫之间 牙子前来起哄 目督坚不住诱惑 跟着自己和小雷的筹码割一枚 人耳翻牌后 目督却指示散牌 孟子是童话二合五 孟子获胜 第六轮小雷坐庄 目督盘塞着 只要自己能保证孟子的筹码 便可稳操胜券 决意不再上孟子与牙子的当 牙子压住三枚目督的筹码 目督看着小雷的牌 宣布不跟 可亮牌时 牙子再次凭一手散牌赢了 这下目督有些慌了 察觉有些不大对劲 猛然想到什么 就出了声 牙子闻他发现了什么 他却谎称没啥 孟子笑了 啥这么明显的老千 真的很丢脸眼 小雷你可能是被目督指使的 用扑克的白法来告诉对方指牌的花色 但这实在是雕虫小技 垂直放牌就是黑桃 稍往右斜是梅花 左斜是方片 而先放下牌再往上推是红桃 听吧 小雷忙低下了头 目督却想赖账 孟子继续道 目督 你在看到牌白法的一瞬间 内心所想全部都已表现在了脸上 说完孟子抓起小雷的手 不如我教你一个好办法 像这样的桌子底下告诉对方 是什么牌才比较稳妥 鸭子不明白 孟子为啥要告诉小雷 孟子兴奋的说 赌博不公平就不好玩了 然后转到的五十栏书 我不会指控他俩作弊 不如我们就在作弊的前提下进行游戏 哎呀 这场游戏差不多就变成欺诈大会了 来吧 快坠入狂赌之渊吧 五十栏轻叹道 掌握谎言的人则是赢家 第七流很快开始了 由孟子作庄 孟子与牙子在桌下对文案号后 牙子跟着目督筹码一枚 牙子跟着目督一枚 目督知道小雷有两张铜花 决一不跟 小雷刚想跟着 却被目督大骂没脑子 应该夹住 牙子当即讽刺道 你才是傻子 这不明摆提醒我们手上有好牌吗 说完他与牧泽一口同声 不跟 目督傻了眼 狂吼着让小雷跟肚 第八流 牙子作庄 目督静静观察着桌上的筹码 此时 孟子是一亿四千八百万排名第一 他自己一亿三千万第二 牙子九千五百万第三 小雷四千四百万第四 这与他预想的已出现了偏差 若拿不到第一 他就得背上一千万的债 所以他决定在这一局分盘 不得已跟踪了牙子的阴霉筹码 牙子当即诈呼道 看来这把你挺有细心呢 若确信自己能赢 你该跟孟子的筹码 既然没把握 还让人要赌 就表示你手上的是铜花 架起来数目应该超不过十 正如牙子所言 目督是铜花三或四 说完牙子亮出了自己的对子牌 目督气得直喊娘 翻着白眼坐回了椅子 牙子开心的与孟子击掌 真是气死而不偿命的街道 第九楼时 目督额头也冷汗层层 目前他已负债五千万 于是他摘下眼镜 肉麻恳求小雷 赌上一枚孟子的筹码 让字姐赢了这局 小雷听话的照做了 这是孟子跟督一枚目督的筹码 目督的汗又流了下来 莫非孟子拿到了好牌 若这把让孟子赢了 字姐就要落后了 此时他只能祈求老天了 亮牌后 孟子是铜花二六 目督狂喜 因为他是铜花五七 他嚣张的大叫 老子走大运了 一亿五千五百万呢 敢跟本搭也吹牛 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地狱 场外观看直播的梁太 也崩溃的跪在了地上 最后一轮有小雷坐庄 孟子扬言自己还没玩够 牙子却懒懒想赶紧结束 看着他们从容的样子 目督怀疑 牙子会全部赌上孟子的筹码 让孟子赢 反过来也一样 就是哪手排好赌哪把 看来只有自己和小雷赢这条路可走了 小雷私下告诉目督 自己是酒的对子 目督开心坏了 小雷赢定了 我不跟了 小雷跟住一枚牙子的筹码 孟子跟自己筹码一枚 牙子不解 孟子为啥要这么做 孟子说他不想这么结束 他赌小雷赢 希望牙子能帮他 牙子答应了 夹住三枚孟子的筹码 目督再也坐不住了 若小雷这局赢了 就是一亿七千二百万 会超过自己成为第一 便逼迫小雷弃牌 孟子来到小雷身边说道 你想一直受人虐待吗 这么好的分身机会摆在眼前不要 跟开着楼门不敢跑出来的猪有啥区别 或者这就是你想要的活法 小雷受到刺激 猛的推开了孟子 孟子这番话 唤起了他那随头发剪短 被一同埋葬的感情 终于在目督喊得触手时爆发了 我是人 跟住 翻牌后 孟子与牙子都是散牌 小雷是对的酒 两人同时为小雷的获胜鼓掌欢呼 十局游戏全部结束 武士兰公布了游戏结果 第一名牙子一亿六千五百万 第二名小雷九千四百万 第三名孟子七千三百万 第四名目督五千三百万 目督猛然踹上桌子 赤则武士兰算错了账 你会算数吗 我手上有五枚孟子的筹码 光这些就一亿五千五百万了 牙子与孟子却无嘴笑了起来 原来他俩将两种筹码面额互换了 目督认为他们这样算违规 牙子抢白道 之前人家都说了不管是否作弊 欠款额度说到底 也是自主申报 你自己不是也申报了假额度吗 孟子申报了五千万 我申报了三亿一千万 之后我们将额度牌进行了交换 这样孟子与过的筹码面额 就变成了三亿一千万和五千万 因此你拼死拼活 赢下的面额三千一百万的筹码 其实只是五百万 目督只给五十兰多一 五十兰淡淡淡的说 规则里没说必须把申报牌放在自己前面 最终牌位也没有问题 目督气得又要动粗 五十兰一个电机将他打回了椅子 就这样 目督背上三亿一千万欠款 沦为了家畜 孟子离开前回头对小雷说 这才叫人 小雷感激的笑了 他与鸭子找到梁泰 拿回了两亿六千万的支票 原来鸭子向学生会报了假账 说欠梁泰三亿一千万 学生会便帮他还清了债务 孟子故意放弃拿第二的机会 将所有都堵到了小雷身上 将债务集中到学生会 还让目督背上拒债 他的所有举动都是那么令人费解 他不在乎钱 所以学生会的手段 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他就是个赌魔 准天鸭子刚到教室 昨天还袭露他的女生 便纷纷围过来向他道歉 鸭子像没事儿一样 假意原谅了他们 梁泰问鸭子 孟子的欠债怎么样了 他仍旧欠三亿一千万的债务 昨天他们赢到了两亿六千万 一千万鸭子拿去还了债 剩下的职业都给了孟子 因为他不想欠孟子的人情 听吧 梁泰突然想到了什么 撒鸭子就往教室跑 果然鸭子竟直接将整整一箱的现金 就这样放在了孟子的课桌上 语歌也是醉了 梁泰不明白 孟子为啥不还学生会钱 鸭子告诉他 孟子应该是想和会长进行公事战 武士兰调查后 发现孟子的双亲已过世 只有一个姐姐长期住院 治疗费全都由孟子一人承担 且亲钱来源不明 富家女月月听说 孟子想与会长玩公事战 希望孟子胜出 当上会长后 把自己重新收到学生会 可怜兮兮的对鸭子说 我被董事长老爸命令 一定要进入学生会 在这里建立起经济圈的人脉 若做不到就没资格继承公司 所以请务必让我成为你们的伙伴吧 钱这方面我一定能帮上忙 说完不等鸭子开考便跑远了 鸭子气得直想打人 没想到孟子已经可以撼动整个学生会了 现在的学生会就是一盘散沙 孟子轻而欲绝 让月月说的一败涂地 咪咪窑也是为了死成面的山穷水尽 这一波整理大会上 孟子与鸭子联手将了学生会一局 学生会的威严已开始动摇 会计眼镜为 这正是自己登上会长宝座的最佳时机 想起了性格变态的独眼妹 独眼妹之所以少一只左眼 是因为她一次与队长赌博 输掉三亿无法偿还被挖去了 眼镜提让她与孟子赌一局 眼镜妹兴奋地走出了学生会 往左轮手枪中撞入几发子弹 用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乱叫 孟子提着刚买的波罗包上楼 正要朝梁泰跑过去 美化委员便跳出来用手铐 强行进地靠走了 梁泰想追上去 却被他们一顿暴斗后 也靠了起来 五十岚发现独眼妹不见了 质问眼镜为何要放她走 眼镜却不以为意 之后牙子还走进了学生会办公室 新对手独眼妹到底有多恐怖呢 她手里的枪是真枪吗 一切将在下级揭晓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局全集公众号内 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